Cocono Susu Kino 大家好 我是Brian 我現在在札房薄夜的Cocono Susu Kino頂樓 樓下即是Stream Hotel 這間Stream Hotel其實是第二次拍片 上次住完一晚後 我的感覺是一般的 甚至是一般劣平 我想給他多次機會 住多次這間酒店的Premium Floor 看看它跟普通房間有什麼分別 這次這段影片只有房間片段和早餐片段 如果想看酒店其他設施 就麻煩你找回我上一段影片 你就可以看到為什麼我會說這間酒店不好 和今次我住這間酒店的體驗分別在哪裡 好 接下來進去看看房間 先看看房間 一進來的感覺是很棒的 這間酒店的房間 一進去房間 它自動感應的燈全部是自己開的 一進來這裡 我以為它是一個洗手間 原來是一個挺大的衣帽間 有睡拖 有隔晚 行李架 烤山板 很大部電視 資料都在電視上 Wi-Fi 和酒店的資料都是 這兩個落地玻璃很漂亮 稍後再看看 然後這一邊就是 mini bar 咖啡 水壺 嘩 這個水壺很漂亮 是這樣的 這個水壺 沒有用過它 下面就是 放 有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的 然後是雪櫃 雪櫃都應該沒有東西的 不開了 好 整間房間就是這樣的 Premium Twin 這間房間叫做 這隻落地大玻璃 還有中間有一張桌子 這張沙發也蠻漂亮的 嘩 這隻 它有一隻小紅 酒店的標誌 酒店的房卡 紫色那隻 都是一隻小紅 這隻小紅 樓下我可以賣 我猜它應該是輕的 你看看多少錢 9,900 好 先看看浴室 洗澡和廁所 這裡就是洗澡廁所的房間 很大 很寬敞 然後這裡有一些封筒 這個封筒 很有型 很英俊 還有 酒店比較少見到這個設施 我想女士 夾頭髮那些 那些夾 好 那 洗澡房 洗澡房沒有用過 因為昨天我上去 大浴場 那個溫泉 浴場 浴浴和洗澡 很棒 因為看著窄房市境 來浴浴 所以是舒服 英俊 那個浴場很壞 只是給PM4的住客 如果你住一般房間 付錢 都不可以 只有PM4的住客 昨晚睡了一晚 好睡的 靜的 沒有了 之前我拍片說 我不喜歡這間酒店的原因 就是上次房間 都是對著這邊 不過就忘記了幾樓 十樓還是十一樓 對著這個機房的物體 整晚都在那裡滾滾滾滾滾 有些噪音 這間房間聽不到 沒問題 這裡是十七樓 看出去的景觀 非常棒 右手邊這個叫做祖岩山 祖岩山的山頂 可以坐藍車上去看東西 觀光看窄房的夜景 現在這個位置直望 就會看到窄房的巨蛋 那隻運動場 以前窄房火腿那個棒球隊的主場 現在就開了一個新的主場 這裡看到楊之休 再遠一點 這個方向再去 就是定山溪 今天天氣不算很清 下面就是窄房 薄夜 薄薄薄的市景 整間房間 總括來說 這個PM4 我是滿意的 是不錯的 除了床頭 沒有一個大掣可以關閉燈 你睡了到牆 如果要關閉燈的話 又要起床 起床 逐眼燈去關閉 這個東西會比較慢 還有毛巾 有個袋子給你 因為你可以上去18樓浸浴 這裏就是18樓的午餐 就是PM4的住客 昨天我確診 都是在這裡確診 下午3點至5點 就是快樂時間 可以免費 包括酒精類的飲品 都可以免費 這裡的環境很舒適 外面就是一個露台 這裡不能出去 要繞個圈才能出去 就可以看到窄房的全景 看到窄房電視塔 早餐我就選擇在這裡吃 如果你住PM4的話 就可以選擇在這個午餐裡吃早餐 或者樓下7樓吃個自助早餐 自助早餐 上一次的片段 上一條片已經拍過 所以這次就在這裡吃這個 設計的早餐 環境很舒適 太陽很猛 所以那些櫃子全部下來了 我先享受早餐 好 房間就看完了 我自己就滿意 跟上次比這裡好很多 當然了 因為價錢不同 上次的房間 2月初它標準的房間 應該是1800元 好像是這樣 這一種房 PM4的房間 應該是3000元 但是現在是4月初 昨天是4月5日 昨晚的房間的價錢 普通房間是800多元 900元 這一間房間是1600元 所以是便宜的 如果1600元住在這裡 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要看時間 因為不會經常都這麼便宜 如果它正常買3000多元的話 我不會住 這間酒店3000多元 是1000多元 是看得到很棒的 因為房間的面積很大 上次的問題完全沒有了 我說上次房間對著的窗 外面的機房很吵 這裡是很寧靜的 這間房間可能高 其實不是高很多 上次是10樓11樓 因為它7樓以上才是房間 這裡是17樓 最高那層的客房 18樓已經是肉場 和食早餐的午餐 最高在這裡 但是這裡已經完全聽不到聲 我昨晚是很睡的 所以這裡是OK的 因為在窄房 沒有五星級的酒店 沒有國際化的五星級酒店 明年25年就有一間 Intercontinental 回落成 到時再去看看吧 這間酒店 因為它的位置方面 我自己喜歡的 希望它BIMMIM4 如果一千多元的話 我覺得是OK 但超過了2000元 好像有點貴 好了 今天的片段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幫我訂閱 有什麼想說 想看北海道窄房 哪間酒店 在下面留言 我下次去看看 拍影片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是Brian 先這樣 拜拜